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她的结语就只有一个 就这样 妈 我红了 我红了 妈 我在这儿 如果你愿意酬拥我当肥猫的话 我可以考虑把我的票投给你 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失业 各位观众原谅我 那蔡英伟有什么德政让大家雨露均沾的呢 有有有有一个啊 朋友办公室在台中嘛 有去去找她 就只有在23楼而已哦 我的妈呀 头中头哦 那个整个烟雾弥漫到我 我觉得我仿佛到了一个雾多 BOW LET'S BOO DRO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比边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观众投稿 这一次呢 我们邀请到这一位是 属于蔡英文德政之下的一位牺牲者 那这一位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就在我们的眼前 那今天呢 就邀请到她来 跟我们全国的观众说明 她的亲身经历 那还有说给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听 那因为我们蔡英文总统说呢 说一遍听不清楚 你可以大声一点 说两遍听不清楚 你可以拍桌子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的 阿姐这边来 拍椅子 嗨 大家好 应该是讲起我 因为我本来之前是上班族吧 然后就是也上班十几年 在金融业也腻了 所以就出来创业 那当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呢 我隔壁店 我隔壁也是一个做很久的一间店 那时候 其实年线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有一天聊天的时候 她有跟我讲说 你有没有觉得蔡英文上任之后 就是整个经济有下滑 我们这边店家就是生意比较惨淡一点 因为我刚开 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的行业比 跟她的又不太一样 那我就说我还好 我就是因为我都做熟客 那我的熟客 就是其实都还好 所以我生意还算 我大概开店半年之后 我的生意就很稳定 那就这样几年几年几年 那有一天突然在 我记得她一粒一粒 就好像某一年的1月1号 开始有宣达说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没有太去关注她 我只是觉得有点扯 对我们服务来说 我听起来是觉得有点扯 那后来她真的通过之后呢 我们的同业工会 也有帮我们上了一堂课 就是如何针对利益休 要给员工怎样的 几天要休一天假 什么什么之类 我听起来我怎么撒掉 你知道吗 这个太不适合我们了 因为我的员工是 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员工 他很喜欢累积价值 因为她要带她妈妈 一个月有一个长假 可以出国吗 她可以休个四五天这样 她喜欢这样的计价 那她这样一计价之后呢 我说不好意思 我这样违反 虽然我是小企业组 但是因为以前待的大公司 都是按照法规在走 所以我个性有点 因为十几年来 也被这些大公司 也洗到脑袋里面 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不要去违法 所以我也尊重劳机法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又很怕说 我又有新员工 我说当然是自己很熟悉的 他不会去检举或是怎么样 可是你新员工你看了 我的班表其实很容易被他拍 那打卡中也很容易被他拍 我说如果他去弄我怎么办 这我也会担心啊 那所以 这个东西我就很难很难处理 好这个这个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回事是 就是一粒一休之后 大家人心惶惶 那我们有时候跟客人在聊天的时候 有个客人 他也是我们长期客人 他在休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他好烦喔 因为他在他们公司也是做很久 那也是对替公司很卖命 那我觉得他的卖命 是因为来自于他公司的福利好 然后 他说一粒一休对他很大的困扰 就是时间到了 就是 他不是想要赚加班费 他只是想要把今天的工作做好 但是时间到了公司赶他下班 因为就是很怕说谁去检举 或者是突然拿劳检 对 所以他就觉得很烦 他说我不是为了加班费 我是为了我这份工作负责 今天可以完成 对我多年来我的习惯就是 我今天的事情我是今天一定要做完 那我没有做完我回去我睡不着 那这是他第一个抱怨 那第二个抱怨是 另外的客人也是在抱怨说 我们离那个中科那边还蛮近的 所以我有一些客人是来自于中科那边 他说很烦 第一个他们的加班就是 也很怕公司也很怕他们加班的那个 时数超过上限 再来就是说 那个加班费超过某一个时数 他们的那个加班费是要倍增的 那他们已经长久习惯 我每个月加多少班 他们自己都很清楚 我可以领多少薪水 所以说他就是也很甘之无疑的做这份工作 我想加就加 因为公司也不会强迫 不想加就不要加 那现在今天他突然觉得说 家里突然有一笔开销之类的 他想多加一点 公司没办法让他加 所以他就很痛苦 他就在问我们说怎么办 我要去找兼差吗 那因为他们公司像中科福利都不错 你如果加班还有晚餐可以吃 那你不用就骑着摩托车冒着风险 然后还要再跑下一个目的地 他等于是他下班时间到了 然后要到加班的时间 他中间他有个用餐 那公司的员工餐可以吃 然后就稍作休息一下 他又继续可以上工 他每天这样子他觉得很顺 那对于我客人这些影响 我还有一些公务员的客人 就对他们来说薪水没有影响 福利也没有影响 什么都没有影响 那像我们在销售的时候 就很比方说 这个客人他能力可能 我一年可以在我这间店消费多少 可是后来一阵子之后我发现说 奇怪他们消费的那个 这次那个习惯怎么会变保守了 我们就有问他 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业绩下滑的关系 我们就会很纳闷 就说对你没有影响 我们就在聊这个 他说他有不安感 他有不安全感 他想要把他的钱再存多一点 以前可能有规划说 我想要存多少 然后我未来要干嘛 然后其他的东西 我就可以很开心的自由发布 很多客人都是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他们开始有不安 因为就是很多抱怨 就觉得政府给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大了 就是说变就变 然后好像配套也没做好 所以说他们会想要把钱放在身上越多越好 所以不敢花钱不敢消费 不敢不敢 但是他们的收入其实是 我除非就是像那种 就是中科的那些作业员 就是需要靠时速去赚钱 其他的我那些比较 就是老客人很有能力消费 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保守 那再来就是他一直在调涨 基本工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好 但是他是治标不资本 你经济没有活络 你一直在调涨那些东西 我其实第一次到当老板 我也是我员工也没几个 可是我还是有帮他们加老健保 因为五人以下是不用的 那只要帮他们保就保 还有一些就是6%提波这些东西 其实我没有 我还是有成立帮他们做 那我本来我的起薪 就比本来的政府规定的起薪还要高 那我有时候就是看着那个 那个老健保就是业主要支付的 支付的那个比例啊 我有时候收到那个单子 我真的是会抖欸 这是太可怕了 我说原来企业主的隐形成本这么多 那你保障员工你是没有办法吧 我真的说大企业真的有大企业好处 就是被他们洗脑过了 就是隐形成本越跌越高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忘记我上次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就是他们在讲某一个国家 他已经濒临破产 可是他为什么又重新起来 他并不是用起薪 他是用各种是用经济的角度下去 就是做整个刺激市场的那个经济活络 而不是你用基本工资去压榨这些企业主 对然后你看现在我只能说我现在我16岁就开始办公办读 然后我19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的16岁办公办读是寒暑假的时候 19岁我在念书 然后我也要在外面赚钱养活我自己 我记得那时候的起薪 那已经几年前了 我到19岁了 20几年前 这样就听出我的年纪了 20几年前 我当一个公读生 我那时候基本薪资好像是1万6还是1万8 我忘记了 但是我公读生我上班7个小时 我领到薪水是2万8 然后其实我的同学们 我的同班同学们 他们就是很单单的做一个会计的一份工作 他们的底薪其实有的真的比我高蛮多 3万多也有 那时候对我们学生而言 其实真的我们很满足 那时候还可以存到很多钱 那所以我们同学间没有人在助学贷款 连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助学贷款 那我就有时候看着来印象者 他就是写着他的那个要求 他就有薪资 我就觉得好可怜喔 这次代的小朋友怎么会这么可怜 那时候是22K嘛 那他就写22K起 我就天哪你大学毕业 比我当初一个公读生 2万8 对高中毕业而已 而且我还站在念书 对我就觉得蛮可怜的 然后他的政策有时候到选举的时候 都想要讨好 我就觉得我真的蛮想吐的 他就是骗选票 然后好像也没有真正可以正视我们的人民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他跟我们是平行时空吗 就是不是我们 他的世界跟我们一般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说我这辈子只有20岁的时候 那一年刚刚把20岁可以投票的时候 刚好碰到总的大学 我这辈子就投过那一次票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 我就是想下架他 想下架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对对对 所以我对他的结语就只有一个啊 就这样 妈我红了我红了 妈我在这儿 这件事情其实是他刚开始实施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有点 哭 擦 哭 擦的 那种感觉 其实我要讲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后来店我是 我真的太烦了 我在去年中 我就整个把他顶让掉了 我要应付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现在让我变成一个无业游民啊 所以因为蔡英文失业了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阿杰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说呢 就是在于他的德政之下 就是谢谢他 真的也非常谢谢他 就是让我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这样沉淀自己 好的沉淀 对对对对对 在这公园这样子 每天那边开开心心的到每一个公园 然后我发现公园的人 怎么好像越来越多呢 是每个人都来沉淀吗 那我知道他对身边他身边的人呢 就是都非常的好 那我有一天也希望可以成为他身边的人 我是常常就是到处乱跑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高铁上捡到300万 而且希望是每天 我想我们认真的每天都去高铁 高铁 然后再来是买个假学历啊 然后捡到300万我就可以买个假学历 对对对 再来就是 我也可以买完之后可以回来 当个零九万 每个月零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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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那个我朋友很多人都在抽烟 那他们也是在就是觉得说那个烟价真的很高 我也很希望说我把这项服务力分给他们 就是对可以抽到免税烟 但是就是这些服务力我希望大家都有 不是只有他身边的 哦对对对因为我最近就是 因为就是太烦恼了所以有点瘦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肥猫 再肥我都没关系 如果你愿意酬拥我当肥猫的话 我可以考虑把我的票投给你 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失业 各位观众原谅我 哈哈哈 那蔡英文有什么德政你是觉得 觉得他是可以让大家雨露均沾的呢 有有有有一个啊 朋友办公室在台中嘛 有去找他 就只有在23楼而已哦 我的妈呀 靠中楼哦 那个整个烟雾弥漫到 我觉得我仿佛到了一个物多 所以说蔡英文可以把台中打造成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物多 让大家都来台中参观 那我还可以去卖个烤箱厂之类的 有收入 我发现这公园越来越多人了呀 记以前公园有这么多人吗 哇塞 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还好我今天来得早 还有椅子可以坐 天哪 如果我们的观众也是 蔡英文德政下的受惠者的话 麻烦欢迎留言在以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个不好意思哦 如果觉得我漂亮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缺那个缺员工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比较希望蔡英文可以看到 然后给我一份工作 谢谢 高薪的高薪的 比零九万还要高哦 对 OK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在下面按赞订阅加分享 OK今天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阿姬你怎么那么送啊 我本来就是福泰福泰的 这一年多 应该有送到七八公斤以上吧 我们大家跟我就是 从到我们的大家每个人心近期都差不多 真的我不发张 每个人都说 台湾不行了 那我们现在规划都是想要往海外 就是我们台湾的产品 我们自己做的产品 然后是看分析要往哪一个国家做销售 就是东南亚啊大陆啊那边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 就是一切我们常常回国外啊 就是去看站看什么的 看一些商机 但是台湾真的基本上 我们这群人 基本上都已经把他放弃掉了 对现在的投资环境真的不行 我就觉得真的会 心里想到后面都会觉得说 好像你做什么就可能就是 想到后面没一个结论就是 赔会赔 然后就打错 所以不知道 他都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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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 就是希望蔡英文加点油